Hello,大家好,我是CN 最近在DeFi里用Deepseek次数比较多 莫名有一种一言难尽的痛苦 相信大家也能感同身受 就是它每次输出结果的时候 都会带出来一大长传的思考过程 天哪,我就让它普通输出一个英文单词 才真是推了一个遍 不知道大家受得了受不了 反正我是受不了 所以今天都好来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意识它的思考过程的输出 我是CN 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 在这里我用最极简的语言 最直观的例子 分享数据科学 经济学习AI等知识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关注 不迷路哦 首先带声明一点 Deepseek R1模型本身的思考过程 我们是意识不了的 一般情况 Deepseek会输出思考过程 再输出答案 可以看作为两部分 在defi里 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指输出后半部分答案 一直输出前半部分的思考过程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demo 一个简单的chat flow 三个节点 开始 LLM 以及直接回复 中间 LLM这里 我用的是Deepseek R1模型 好的 我们就先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 由这里 随机给我一个英文单词 好的 我们能看到 最后Deepseek给我了一个英文单词 这里就应该是他的答案 而上面的内容 这里就应该是他的一个思考过程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内部的工作流 点开 我们直接看 直接回复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Answer这里 你首先发现 这有一个think的tag 然后 在这里 有一个对应的 斜杠think tag 这部分我们可以确定 就是Deepseek的一个思考过程 而这个 斜杠think tag 后面的内容 也就是这里 应该是 我们希望他直接输出的内容 也就是答案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在工作流中 加入了一个think tag的 输出抑制器 结果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来到这边 需要关联 关联 然后设置于回复 同样 回音机给我一个英文单词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边 Deepseek就直接 给出了他的答案 我们也可以简单 看一下工作流这边 我们先看 LLM这里 LLM的输出 里面是有think tag的 然后通过这个输出的抑制器 最后把think tag 一念的东西 全部屏蔽掉了 就说一下最后的答案 这里 也是最后直接回复的内容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边 think输出抑制器的工作原理 代码是不是很简单呢 接着 我就来简单 让cloud帮我图解一下 这一段代码是如何运行的 首先 这是deepseek输出的原始文本 think标签里的思考过程 和外面答案 answer split是python里的 分割字符传的命令 这里arg1 就是被分割字符传的对象 也就是deepseek 输出的原始文本 这里复制给了arg1 split后面 加上斜杠think标签的意思是 以这个标签作为分割符 切分成前后两个字符传 然后就会自然生成一个 含有这两个字符传的列表 而列表中的每一个元素 又可以通过从0开始的数字索引来提取 提取第一个元素 索引0 提取第二个元素 索引1 因为我们只需要后面answer的部分 所以是索引1 通过这样简单的字符传处理 我们就达到了 抑制deepseek思考过程的输出 指出答案的效果 python初级的字符传操作 是不是太简单了呢 当然这是新手向的 有编程基础同学 基本可以无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有空我也会分享一些 使用的小技巧 记得点赞 关注 我是CN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